那 再次謝謝大家今天晚上來 然後 我們今天的進行會是這樣 就是說先讓陳老師跟我們講他 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然後最後剛剛退流 我再才15到20分鐘 讓大家提問題 那我們今天 所以整個活動就能夠結束 那但是結束之後呢 我們還可以再待在這裡一段時間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 私下再問一個人來就看 老師有沒有可能再跟大家來 但是基本上活動就能夠結束 我還是會先跟大家說我們先結束 那之後還可以跟大家交流 好 那陳老師呢 他是 中文大學中學生學院的院長 好 這個在我們的文春相經有講 那我自己是因為 幾年前 課過陳老師的一本書 然後在講 新中國當成立的時候 那幾年對於職務教育的政策 那 這個是在台灣 我以前比較少接觸到 那其實 有關於基督教 在台灣 他一直挑戰 一定程度上 這可能是比今天的愛 感覺比較信心的理由 就是他 在公共議題上 並不是很重要 除了最近幾年 因為訪問的關係之外 他 除了也很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 在職務講基督教中 希望你可以不用再談不講 我們 第一次 那不談不講 我們大家就不來 那但是呢 事實上 在台灣基本上 宗教的政策 一直比較少談 那實際 應該是這樣 比如說在中國 現在 那個法律是去年修的條例 那今年二月上路實行 而實行之後 會怎麼樣 其實有很多事情 我們都還會要解 但是他們也都不會有影響 那 行政老師 做經教師 也是對於 政教關係 特別 著力重視的 學者 所以我想 我們就今天請 行政老師 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就是行政老師 請教教師 謝謝 喂 好 我上次來講話 好 很高興跟大家 在這個節目裡面 有機會 分享 很高興 我 其實我 對政教關係 很麻煩 因為我 去年 九月份開始 剛剛 我開始 我的 一個 安西聯 就是一種 學術的一個 數價 所以都可以 離開香港 大門的時間 我都 搭在香港 那邊 所以 在 那邊 跟中演員那邊 做網關 然後 完成一些 進行一些 研究的一些 一些協作法 那今天 好像 這個機會 剛才聽到大家的一些 一些分享 其實 我覺得 當然 今天集中 是他的一個 習近平 但是 習近平的 宗教政策 他的 背景 就是 比如說是 中國共產黨 那種 黨國的 體制 其實 跟 過去的 台灣的 國民黨 威權 威權時代 還是有點相同的地方 在裡面 所以 如果大家 曾經 走過 過去 那段 威權時代 的時候 會發現 其實 就是 儘管 像國共兩黨 過去曾經 到的 立派 好像 歷史 我 這樣子 但是他們都是 有一個相同的一種的 黨國的體制 在裡面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不管是 善良主義也好 什麼 共產主義也好 社會主義也好 其他 背後 都是從 黨國的社會之間的關係 然後 宗教 無口 避免 是在這個社會裡面 是 發展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 這樣一個威權的政府 他怎麼面對宗教 我想就是 出現了所謂的 宗教政策在裡面 因為坦白說 宗教它的內涵 包括什麼 它一定是有 那個 意識形態在裡面 每個宗教都有它的 教義的部分 一種的思想 價值 意識形態 然後 它會變成一個 群眾 因為那些信仰 信奉 這樣的一個宗教人 他們就是一個群眾 然後 它不是一個 鬆散的群眾 當然 共同的宗教 它的 阻集性不太一樣 有一些是比較 鬆散的 但是也有一些 是比較 嚴密的 如果那個宗教 是有一種 嚴密的阻集 它 又是有 阻集性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有意識形態 有 群眾 有阻集 三個元素 加起來 一個 威權政府 是非常擔心的 因為 那個威權政府 覺得應該只有我 才是有 意識形態 有群眾 有阻集 但會出現在 社會裡面 有另外一種 一個 群體 他們是有 嚴密性的 阻集性 可以動員群眾 而且可能 通過他們的一種 的思想 架極性 還能動員的話 那 很容易會 變成是 對這個 威權政府 的一種的 一種的 對抗 所以這個 出於 不同的考慮 他們都會 要想辦法去 你可以說是 控制宗教 所以 我想 當我們去談 習近平的宗教政策的時候 先很簡單的 介紹一下 中共 從1949年 見過以來 他的一個 宗教政策方面的 幾個階段 當然 我們 一開始的時候 會想像 共產黨 它是 無神論的 一個 無神論的政權 它 面對 宗教信仰 它是不是 有很大的一種 的矛盾 一個對立 在 呈現出來 是不是 避养的 無神論的政權 它一定要 消滅宗教的 當我們 回到歷史的時候 會發現 其實 一個 無神論政權 它不避养 是一定 說它要 消滅宗教的 放在 中國共產黨的 歷史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從1949年 建國以來 他們 起初的 處理宗教的 那個政策 是控制 改造 它 不是說 要消滅宗教 當然 我們會 看到 從58年 開始 58年 是蠻重要的 剛剛 今年就是 58年的60年 58年 就是 中國的 我們說 那種 大躍進 這一點 也是 象征了 中國共產黨 他們整個 路線的 往一個 更 極左的 更極端的 方向 去調整 所以在這樣的 一個大的環境之下 整個大的 形式 也無可 避免的 影響了 落實在 宗教政策方面 所以 58年開始 我們看到 他們已經 開始把 消滅宗教 放在他們 這個 宗教政策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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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成裡面 當然 那個時候 他們還沒有說 要全面的 在全國 都要去把 宗教消滅 當時他們 主要是 選擇一些 四點 58年的時候 最重要的 這個四點在哪裡呢? 是在 茧江省的 溫州 他們 以溫州做一個 四點 要 把 溫州 當作是一個 無宗教區的 一個 實驗 所以 結果 就在溫州 採取一個 比較激烈的 一種的 政策 希望能夠 讓 宗教 在溫州 這個地方 能夠 消滅掉 所以當時候 還是那種新典 但是這個新典 最要反映了 中國共產黨 他們已經 有一種 想法 宗教 依然要 消滅掉 然後這樣的一個 消滅宗教 大陸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開始就 全面的在中國 實施 所以 那個時候 我們 看不到 有 公開的 宗教 國務場所 因為那些 宗教國務場所 都給 國衛兵 占領 然後那些 神級人員 都被 下放 或者是 接受 改造 等等 當然我們都曉得 這樣一個 好像公開 中國 變成是一個 無宗教的 一個國度 這樣的一個 好像是 成功了 消滅宗教 但是 其實 實際上 是消滅不了的 所以說 教會的歷史 或者人類的歷史 告訴我們 好像任何一個政權 他說要把宗教消滅 其實都不可能成功的 不可能成功的 在中國 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好像真的是要全面的 好像公開沒有了 真的好像以為 宗教沒有了 但其實 我們的宗教 他們轉到地下 不僅僅是 把宗教信仰 在個別的信仰裡面 保存下來 他們甚至 在文化的後期 大概是七十年代開始 我們已經看到 他們已經有擴展 那種的能力在裡面 所以那個部信很消極的 很被動的 我就是說 我躲在我的家裡面 我保存我的宗教信仰 那麼簡單 他們是同時候 也有一種 我們說的 傳教的行為 信徒的人數 其實在增加的 在文革的後期 這個也是我們能理解 因為其實文化大革命 後期已經 包括在中國大陸裡面 也有很多的知識分子 很多的民眾 人民 他們可能也已經 對這樣一種的政治環境 感覺到很厭煩 或者是他們覺得 原來 共產主義是這樣的 他們曾經帶著一種的理想 去看待這樣的一個主義 但後來他們發現原來 不是他們想像的一種的理想 一種的 一種的 失落 所以 導致 他們也可能會 尋找不同的人生的價值 意義 也包括了宗教信仰 所以 好像是在一個最尷尬的文革的時期 但是宗教信仰 不僅僅能保存下來 而且更可以有元素的增加 等一下我們再把一些元素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到文革結束以後 中國共產黨他們的政策也調整 我們都知道那個是所謂改革開放 今年也是改革開放的40周年 鄧小平 從新的他們說 落實這個宗教信仰既有的政策 允許恢復那些宗教活動常識 宗教的主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中共他的宗教政策 從這個消費宗教 重新圍到一個控制的一個方向 當然 這個控制 他們用一個新的一種名稱 他們稱為管理 就是我們現在要更好的去管理宗教信仰 宗教事務等等 大概是從七八年到現在 當然 改革開放 是代表了中國共產黨的一種的 很重要的一個政策上的改變 一種非意識形態化的一個改變 好像過去毛澤東時代 他們是有一種很濃厚的一種的 意識形態的一種的色彩 當小平很不一樣 當小平常常 你用它的話 不管是黑貓白貓 抓老鼠 老鼠就是好貓 所以那個時候他覺得中國最需要的是 經濟方面的一個建設 常見有這樣的一個政績的一個笑話 是說什麼是改革開放 是說當小平坐在一個車上 然後那個車去當一個實機路口 就停下來 然後那個實機就問小平 小平通知 現在我們去到一個路口 左邊的路是社會主義大陸 右邊的路是基本主義大陸 那我們這個車現在應該往哪一個方向走 是不是往左走還是往右走 那個當小平就告訴那個實機說 打左燈往右拐 打左燈就是告訴全世界 中國還是社會主義的國家 我們還是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但是往右拐 實際上我們是走基本主義的 當然他們不會用基本主義這樣的一個稱呼 他們稱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加上中國有中國特色的實際上可以一進判大 坦白說話這個正義相話可能真的是說明了一些蠻珍惜的一個情況 經濟改革帶來中國的一段改變 當下很多人都覺得中國的經濟改革可能會帶來中國社會更多元的發展 經濟的發展會推動中國的社會的開放 也進一步帶來在政治體制方面的一個改革 一個開放 當時有很多人還是有帶著這樣的一種期望或是期待 可能在八十年代的時候這個期待可能還是往這個方向來推展 很快要往六四了吧 這個在八十年代六四前其實也是中國最我們看到最自由的一世代 當時趙紫陽可能還是希望能夠落實某一個長度的一種的政治體制的改革 但是最後他自己在六四以後也是有一個非常悲劇的一個下場 所以大家一直在期待中國可以繼續經濟改革 經濟發展 共產主義只不過是一個招牌而已 中國還是走在這個實用主義的大部分方面 希望最終可以帶來社會的開放、政治的改革 從這個角度來看 中國共產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應該會隨著這樣的一種的多元 一種的開放也會變得更自由化 當然呢 每歡迎的領導人可能就會出現一種的期望 從江澤民變成是吳請濤 當時好像曾經出現什麼福溫的新政 大家好像還是帶著一種的期望 像剛剛那邊的文川地震 它剛剛也是10年 曾經那個2008年 曾經被稱為中國的公民社會的元年 因為地震以後 當時有中國政府也是 也是允許鼓勵很多的NGO可以在災區裡面去救災 把很多政策都可能是放鬆了 當時有大家真的覺得中國好像帶來一個更正面的改變 五萬新政好像真的是有一種新政的可能 特別是中國可以在國民社會 那個非政府的主持NGO方面 可以有一些更多的一種的正面方面的改變 但是其實這個想像或是這樣的一種的期待 可能很快就已經換裂掉了 08年劉小波提出那個08宣章 一個溫和的一種的宣政 結果下場 我都曉得 後來他要維權律師等等 到吳下來 習上台 大家可能又在期待習近平會不會要帶來一種新的改變 甚至在習近平十八大以後 大家可能還是有一種的樂觀的期待 說他好像現在很齊全 但是他只是要把他的潛在敵人消滅掉 消滅掉以後他就會改革了 中文好像帶著一種期待一個好人 一個明君來統計這樣子 但是我想在19大以後 如果對習近平還有期望的人 應該在19大以後應該 如果他還是對習近平待著期望 我覺得他到底還在期望什麼 所以他這個背景主要是說 其實宗教的政策 他不是獨立的 宗教的政策 宗教的自由 一定是跟整個社會的自由民主的環境 一定是有一個密切的關係在裡面的 或者是這樣說 我們常常是說宗教自由 宗教自由 但是在中國他們不用宗教自由這個表達的 他們是用宗教信仰自由 那到底宗教自由跟宗教信仰自由有什麼分別啊 這個其實不僅僅是一個概念而已 是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大家可以猜一下 到底宗教自由的寶藏大 還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寶藏大 宗教自由的寶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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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自由是可以選其中之一 宗教自由的話 你可以選信仰或不信仰 甚至說選擇 像美國一樣 政府到底要干涉你這個宗教 他還是說英國的那個 是說那個主教其實是那個 那個英國留皇 然後派一個那個小隊 然後小隊在選那個主教 主教在給那個首相派一個名單 然後在英國留皇 在選一個 所以他其實 Church跟State是合在一起的 可是在美國的話 Church跟State 就是完全是分開來的 不是什麼認為啊 那宗教信仰自由 就等於有點像是菜市場一樣 像台灣有什麼廟玩 你要去什麼廟 什麼玩家會 我背景比較像長老會 其實我背景比較像長老會 雖然這是聖誡會 但是我這次長老會不是比較多 謝謝啊 我想那個方向是有點對 但是也不完全準確 但是我的理解是 宗教信仰自由 你說的都是信仰的一個自由 我可以信仰這個宗教 另外一個宗教 或者是我不信仰宗教也可以 但是這個信仰自由 在中文公家法人理解裡面 它是把宗教看成是一種非常 individual 一種非常個人的 一種非常西人的 一種派分的一種東西而已 所以你可以說 它只是一種 老大裡面的一種自由而已 所以剛才有人提到那個法人公 理論上 今天一個信仰法人公的人 他還可以信仰法人公的 因為這個只是它一個個人 西人的一個信仰而已 但是如果你要把你這個個人的 西人的一種信仰 某一個宗教 把它落實 那就從一個private 變成一種特別的東西 一種公共的東西 那你要公共的時候 我就要考上剛才有說的 我要傳教 我要跟你分享我的信仰 然後把這些人一起傳結起來 來組織起來變成一個宗教的組織 那 那個 這是一個表達的自由 一個結社的自由 那個 那個組織就是一個 Beat of association 一個結社的自由 那我可以出版的自由 我可以出版我的宗教的刊物 來做一個學習 等等 所以 你可以說 宗教自由 它其實是跟結社自由 跟表達自由 跟出版自由 跟一個公民社會裡面 基本的人權是分不開的 但是宗教信仰自由 它只是說 欸你可以 在你的老態裡面 你信仰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把你個人的信仰 把它變成是一個公共行為 那共產黨就說 欸 你可以 你要先問過我了 可不可以 所以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 中國一起來 在中國的憲法裡面 他們不是用宗教自由 他們是用公民 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所以 當宗教要變成一個公共性的行為的時候 一個公共的組織的時候 那 政府就說 那我需要控制 我需要管理 我需要控制 我需要管理 所以我們 了解到 這樣的一個 一個背景 在裡面 那當然 其實 剛才我也聽到 有人提到 他對那個 好像是 藏傳 佛教 或是其他宗教 可能是有興趣 其實 當然 我們這裡所說的這個宗教政策 可能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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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共同的一個宗教政策 但其實 中國法官 他 針對不同的宗教 他還是有一些 一些不同的情況在裡面 其實 中共建國以後 其實他 對整個中國的宗教市場 我們用這個 這個 宗教市場 改造 有非常嚴厲的改造 他把一些 台灣的 拜拜 那種民間信仰 把他都 打成 封建民信 所以要取締 然後他把很多 有阻籍性的 那些民間的教派 好像台灣也有什麼 宜觀道 或者是那個什麼 天地教 那些不同的那種的 有阻籍性的 一間的教派 共產黨把它打成是 反動 味道 所以 民間信仰 是 封建民信 那些民間的教派 是反動的 味道 這些都是要 取締的 不能 留下來的 然後 他們只承認 五大宗教 這個五大宗教 就是佛教 大教 天主教 基督教 跟伊西蘭教 這個是一個 所謂的五大宗教 是全國 呃 他承認 認可的 就是只有五個宗教 呃 這個五大宗教 只是保存到今天 一直以來 所以 今天中國 當然你可以說 沒有在西藏裡面有藏傳佛教 但是因為 那個藏傳佛教 只是在西藏 可以 所以你可以 大概 他們是 對中國的宗教市場 帶了一個很 很激烈的一個改造 只容許 五大宗教 做一個全國 認可的一個 合法的宗教 剛剛說 五個宗教裡面 也有分別的 大家也可以猜到 共產黨最怕的是什麼宗教 天主教 天主教 基督教 這兩個為什麼怕它 因為他們都是 私方背景的 剛才提到 一個帝國主義 外國的私利 對呀 因為天主教 基督教 都是來自私方的 接國以來 他們都把這些西方 背景的宗教 看來是帝國主義 侵略中國的工具 所謂的改造 就是要把這些西方的宗教 改造成為一個 獨立自主 那個 中國人的宗教 所以 反地感就是 牽涉到這個問題 中法的官司 然後 另外的是 他也是很害怕的是什麼宗教 就是 伊斯蘭教跟 藏傳佛教 這兩個宗教有共同性是什麼 是 他們都跟一個民族 有關係的 伊斯蘭教 是在 西藏的地方 然後 藏傳佛教是 西藏 西藏跟西藏 西藏 都是在 中國共產黨 眼中 都存在著一種的 所謂的獨立 分離主義 然後 而且他們是一個民族的宗教 整個民族都是信仰的宗教 那那個更嚴重了 如果剛才說的那個宗教是有 思想意識形態 有群眾有主旨 就是 你把民族也加在裡面 這個民族 就是信仰這個宗教 那這個宗教跟那個民族 那種分明 獨立的傾向 會帶來很大的影響 所以 這個也是共產黨要控制 要改造的 非常嚴厲的一個 一個 一個出發點在裡面 那剩下來就只有 佛教和大教 這個佛教就是 漢傳的佛教 跟道教 這兩個他們就覺得 這個OK 這個 這兩個 道教是中國的宗教 佛教是已經中國化的宗教 所以這個 一起來他們覺得是跟 政權都是 比較友善 他們 沒有一種對政府 有一種的 批判性的一種的 一種的 一種取態在當中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做完 其實他們不同的宗教 還是有區別的對待 那種 控制 那種 改造 那種 利用 那個手段 在不同的宗教 根據他們不同的情況 有一個 不同的情況在裡面 所以 大概 有這樣的一個 背景在裡面 所以 剛才也提到 這個習近平 就是 我們都想說 他是從 2012年 十八大 開始 成為中國的最高 大領導人 楊大剛去年底的那個 十九大 就繼續成為中國的國家主席 以及素質 當然 習近平他很喜歡用這個 新時代 這個稱呼 當然 我們應該是 每一個 新的領導人都覺得 他是新時 他的世界都是新時代 每一個領導都應該覺得 我要做一些 比過去的 不同的 新的東西 但是 他到底 習近平這個 新 是怎麼樣的 一種新 所以呢 我想 一方面 是 也不是很新 我覺得 因為 他 跟之前的 毛澤東 鄧小平 江澤民 胡子濤 也是 共產黨 共產黨 剛才也聽到 也是一個大國的提示 一種 威權 或是一種 一黨專政的一種 一種的 政績的格局 那個 在中國的憲法裡面 有所謂的 四個見證 一二三四的四 四個見證 就是 思想的基本原則 第一個是 堅持馬克思 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 第二是 堅持 無產階級 專政 第三是 堅持 社會主義 道路 坦白說 這四個見證 是在 1982年的時候 放在中國的憲法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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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部分 這四個見證裡面 頭三個 就是 真的見證 今天中國是 真的見證 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 我們可能 真的是 打歸文化在裡面 除了毛澤東的像 還放在那個 天安廣場 那 以外 中國真的是 重視這個 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 啊 曾經聽說 有些大學生 他們主集那個 讀書會心 讀馬克思的 都被抓了 啊 我是讀馬克思主義 這書 為什麼你要抓我啊 中國是不是 是堅持 無產階級專政的 無產階級是什麼啊 是 工人 農民 今天中國最 狀況最糟糕的是什麼人啊 就是 就是工人 農民 他們是 被專政的 無產階級 他是被專政的 這是中國生命裡面 最邊緣的 第一場的人口 他是現在所謂的 第一段的人口 最多的抗爭 每天發生的抗爭 在城市裡面是工人 在農村裡面是一些農民 社會主義道路 我剛才聽到 中國真的是社會主義嗎 所謂的中國的社會主義 那所以你可以說 是一個堅持 有三個都不是真的 那剩下來最後一個是什麼 就是堅持 中國共產黨的民黨 這個就是真的了 這個是真的堅持 而且他會跟你 你要挑戰這個堅持 他會跟你 來真的 他不會讓他過的 所以 林小波的 林把宣戰 幾乎說提到一個宣戰 和平溫和的 也不能夠容忍 所以 一起來 都是 一黨的專政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 習近平跟 鄧小平跟 吳錦濤跟 江澤民分別 不是很大 也是這樣一種 黨國的 一個 威權的 一種的體質 但是 現在我們就會發現 這個習近平 儘管是在 同一個黨國的 威權的體質裡面 還是有一些 新的東西 跟之前的那個 鄧小平 江澤民 吳錦濤 都他一樣 他 上台以來 在18代以後 他真的是 對意識形態 重新的 抓得很緊 鄧小平以後 都是非意識形態化的 剛才說的 中國特色 隨便來 這樣講 那個 習近平 他真的是重新的重視這個 意識形態 現在全中國 到處都是 在大學裡面 都成立的 習近平思想 研究中心 他上台以後 提出 七不准講 七不准講 他提到這個是 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個 道教 很堅銳的道教 什麼是七不准講 就是 普世價值不能講 公民社會不能講 新聞自由不能講 還有是那個 司法獨立好像還是 憲章不能講 打個歷史錯誤不能講 等等 當你會發現 習近平的意識形態 他跟毛澤東不同 他不是說 現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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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共產社會 實現這樣的一個 無頭幫 他現在所說的 一個 意識形態的 鬥爭信仙 他絕對會威脅 共產黨統治的 那種 的 錯誤的 政治思想 那些 他是不准講 不准講 當然 剛剛五月份的時候 在中國 有大 規模的 清除那個 馬克思 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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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世紀的馬克思主義 在哪裡 在中國 在我們中國 他就是 能夠 唯一在現在全世界 能夠常去 這個馬克思主義的 就是在 咱們中國 在這個 習近平 所以你看 他的意識形態 他跟之前的理解不同的是 他重新重視這個意識形態 不管是 來真的 他是做一個道章 然後 更重要的是 我們看到 習近平 他把 過去 建立起來的 那種的 集體領導的體系 把它改變過來 他 先是說 他是一個核心 習近平為核心 然後 在十九大 以後 他通過這個 修改憲法 把這個 國家主席的 任職 兩樣間的樣子 把它 變成是 出效的 我一直以為 在中國 以前 就是在那個 中央 那個委員的地方 是最明顯的地方 就是 他們每次做事情 他們 都會有同意 都會有同意 那結果 現在 習近平上來以後 就只要他一個人同意 就算了 對 所以 就是 人大是一個 相比圖商 可是在那個 中國的那個 有一個 普特的國標 你說是政治局 政治局 政治局 那是中國最民主的地方 其實也不是 政治最民主 但是 他們在海原島 都是 一起同意 一起認同 現在習近平上來以後 只要他自己認同就可以了 主要 但是 胡溫的時候 但是 有一個分工 真的是比較 但是 十三才以後 已經不是 然後 然後他後來把那個 任期 黨 書記 一般都是做兩任 他現在已經 把他應該會改過來 然後 國家主席也改過來 所以 大概 大概他是會 在24到 2022 20 他應該 會繼續當下去 所以 我才能開玩笑 這個 新時代 這個 新 那個 是XIM N XI 就是 C N 就是一個 Number 這意思 就是 N 大於2 習近平把這個 國家主席的 當兩年的任期取消 就是 N 不能 不是 大於2 N要大於2 就是說 他要 希望一直當下去 所以 這個 心 其實是 死 要一直當下去 的意思 這是我的 當然我們看到在習近平上台以來 確實在宗教方面 有一些過去我們沒有想像到的一些 引起很多關注的事情 其中最大的關注 首先就是在2014年到2016年 大概是兩年時間 在 潔江省 中國的一個圓海的一個省 推動了一個很大規模的一個三改一拆的一個運動 這個三改一拆它主要的是說要改善那個城市的一個建設 把那些圍規圖的那些建築物把它拆掉等等 但 沒想到 他們在推動這個三改一拆的時候 會把 把潔江省裡面的一些教會 包括 基督教會 天賦教的教堂 把他們的石質教 要把它拆下來 據統治 大概是2014到16年 大概是一年多時間 兩年之內 整個潔江省 拆掉的石質 要超過一千五百個 一千五百個教堂 屋頂的那個石質教 被拆下來 一個非常 整個潔江省非常嚴厲的一個 一個全面的一個 一個強拆使家的一個運動 而且那些教堂都是官方的教會 不是那些地下的家庭教會 都是那些愛國的教會的教堂 在天賦省裡面 有一個城市就是剛才提到那個溫州 就是1958年的時候 是要實現那個 那個湖中教區的那個 那個溫州 溫州另外一個名稱是 中國的耶路撒冷 意思是說 中國基督徒人數 最多的一個城市裡面 那個人口比率最高在溫州 大概一般的說法是15% 官方的說法是10% 一般說不只10% 15% 10%已經很誇張了 因為華人的社會裡面很少 基督教的人口是超過人口的10% 在香港也沒有 在台灣也沒有 在台灣也沒有 溫州是10% 15% 100%裡面有15% 是基督新教徒 這個神討 所以為什麼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 就是這個意思 在溫州 在拆拆一下的力度是最嚴厲的 引起了那個 那個抗爭 溫州的教會 反對拆拆一下的那個 那個運動也是最激烈的 起初他們是 那個通告是說 10%叫晚上不能亮燈 因為你看到這個照片 溫州的 在吉江省的教堂都是 超大的 他們覺得這個小的禮拜堂 可能在台灣或香港 是一個大的禮拜堂 他們所說的大禮拜堂 是能夠做超過一千年以上的那種 溫州人也是 溫州人也成為中國的猶太人 他們做生意是很厲害的 全國全世界都有溫州人 因為他們是做老闆很厲害的 所以 有錢他們有錢可以蓋很大的禮拜堂 在教堂屋頂放一個很大的禮拜堂 有的時候會僅僅是一個 可能是三個 很大 紅色的 然後晚上會亮燈 溫州的教堂的 那個力度是很高的 所以如果在晚上 你在那個高速公路 開車 你就會看到很多紅色的喜相 所以起訴的時候他們說 晚上不能亮燈 然後 第一批要拆的就是在那些高速公路 兩旁的喜相 在那些主要的幹度兩旁的喜相 後來我在溫州做天爹的時候 有一個教堂是在一個 不是在高速公路的 在一個農村裡面 不大的也是小教堂而已 他們實際上也要猜 為什麼我問他們 他們說因為他們的教堂 是在那個 溫州飛機場的那個 航道 從飛機降落的時候 會看到他們的教堂的喜相 所以天空都不能看到喜相 所以結果啊 非常嚴厲的 到時候大家都在問 為什麼 結交上要強烈的 不允許在那個 中國的公共領域裡面 看到這個喜相 這個很明顯 這個是一個基督教 一個外來宗教的一個符號 很明顯 省的領導 他們是不允許這個 外來宗教的符號 在結交省 這個公共空間裡面 能看到嗎 當時那個省的 省委書記就是夏寶龍 夏寶龍 有一個說法是說 他在溫州 尋 怎麼說 在溫州 尋世的時候 他為什麼 他非常不滿 覺得這個到底是 共產黨的天下 還是 基督教的天下 這個就是 我們看到 到底結交省 他現在有沒有 中央的認可 習近平 他以前 曾經在結交省 也當過省委書記 夏寶龍就是 習近平 也是一個非常 親密的一個 他的一個 怎麼說 一個 媳婦 所以 很多人都猜 夏寶龍跟習近平 有關心 那麼密切 到底 夏要 太習家 是不是 實 也是 任何 甚至 是不是也是實 的一種的 一種的 意識在後面 所以這個是一個 太習家 是不是在習近平上台以後 我們就看到一個 最大規模的 也是跟過去的一些 家庭教會的案件 都是個別的一個 常識裡面 一個教堂 那些很 個別的一種的 衝突不同 這個是整個 結江省的一個 大規模的 而且它不是 針對那些 低下教會 它是針對 當時的那些教會 結果連 結江省的那些 愛國宗教團體 都要公開反對 你可以想像 他帶來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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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反彈是那麼 是多大 那 到 今年開始 我們就發現 那個 從結江省 就轉到 河南省了 這個是在河南省的一個 教會 一個 教堂的外面 它有一個告示 它裡面寫什麼 它說 根據國家政策的規定 共產黨員 還有 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 不許 到教堂參加活動 否則 責任 自負 這個告示是 教會堂委會寫出來的 所以 根據國家政策的規定 共產黨員不能到教堂 除了共產黨以外 就是 18歲以下的那些 未成年的人 不能夠到教會參與活動 否則責任 幾乎這個很嚴密 有什麼責任 然後 故事河南 是 在全中國 大家都聽過 當時在那些網絡上 原來都可以買到 那個聖經 現在這個聖經 都在這些 這些網絡的書店裡面 都突然間下降 不能夠在網絡裡面 可以訂到聖經 這個也是很難 這個也是很難 你看看 他們說在小區裡面 要當季 在我們這個小區裡面 到底有多少人信教 這個是北京 朝陽區 也是他們所說的 基督教的 信社聚會點 這些家庭教會 他們也需要做一個 查 一個很合查的一個工作 然後 在這個朝陽區裡面 有一個很有名的 家庭教會 就是 西安教會 西安教會 他最近就受到很大的壓力 受到很大的壓力 他原來是 租了一個 寫字樓 欠了十年的那個 那個住院 那現在他那個 那個房東 是 希望跟他們 檢閱 解除那個 戶躍 然後那個 地方政府 也要說 要在他們的 教會 安裝 那個 視頻 那些 CCTV 到處都要撞 要去 監控他們 到底有誰出入 然後那個 誰在講道 講什麼內容等等 就是發生在這個朝陽區 這是在溫州 他們是要去 要機場去做很多調查 你看他調查什麼 他要調查那些 也是家庭教會的 西色的點 活動有沒有 超音咬鈴 防疫物的結構 消防安全 用電安全 大型的活動安全 你可以看到 他們在查這些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 你知道他到底要掌握什麼 就說 這個家庭教會 以後他要針對你的時候 就用這些來 來 來 來出手 咦 你們注意唱歌 太大聲了 咬鈴 你們這個 防護的結構 好像有點困難 你們人居會人太多 如果發生火警 那個 逃生消防 好像 不服和規格 咦 你們注意到很多 人流 是不是安全的 你會發現 他們 以後就會用這個理由來 針對那個家庭教會 咦 我不是針對你們 是家庭教會 我是針對你們 咬鈴 你們超音 你們消防 你們那個 防務結構 所以你看到 其實共產黨 他要 針對宗教 他現在 也在進步了 也在 進化了 意思就是說 他不會直接的 說 我打你是因為 你是家庭教會 你是非法的宗教 現在我打你是因為 因為你超音 咬鈴 因為你 防務的結構 你的消防 不安全 他是用這些 非宗教的理由 來 來針對你 好像 開始是這樣 也是這樣 他說 你是違規 你是違章 不安全 等等 他現在是 用這些 非宗教的理由 來實現 他們 就是要針對你 但是 他是 用了另外的 一個名稱 然後 這個是何來的 一個地方的政府 他說 根據這個 宗教習武條例 有以下的規定 譬如說 他說 宗教界 不能夠辦 未成年人 和青少年參加的 夏令營 東令營的營會活動 就是 不能辦那些 兒童的 青少年的 營會的 那坦白說 宗教習武條例 沒有這樣說的 他們都是 亂來的 他們說這個條例幾出 但是根本 條例沒有說 這個內容 現在他們就是 總之就是 來用那個法律 來 來進行 然後 下面 不能夠在 外面 貼有宗教色彩的 春蓮 在河南 農村 他們有個習慣 那些 信徒的家的門口 農村的門口 他們都會貼一堆 對臉的 那個對臉 他們都會把一些 聖經的那些 內容寫在裏面的 他們稱為春臉 而且他們 春節過後 他們不會洗下來 所以這個春臉 其實是貼一整臉的 然後他們說 有宗教色彩的春臉 不能夠再貼 因為宗教修條 哪裡 針對這些都是 所以你會發現 在河南現在 在 地方 好像 很明顯的 也是針對宗教 也特別是針對基督教 有一些行動在裡面 然後也是在河南 他們也是說 不允許兒童參與宗教 到場所 有什麼理由 這個是在 江西的 剛剛看不到 是南昌 江西的南昌的 工學院 五個年禁 其中一個是 最後 眼鏡穿戴宗教服飾 配戴宗教標誌 宗教服飾 大概是針對那些 穆斯林 婦女可能戴著那個 頭巾這樣子 那個服飾 宗教標誌呢 包括新教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學生 你是新教 你是一個老師 你是新教 你戴著一個 下面有十一家的 應該是一個很正常 很普遍的事情 現在他們說 不能夠戴這些 宗教標誌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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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清除 那些 那些 而且是家裡面都不可以 不是剛才說 那個春天 現在家外面的 現在連 家裡面都不可以 這個是一個 河南的學校 它是一個 學校的一個 通告 學校發給 那個 家長的通告 這個通告是說 為什麼未常年人 不能夠 進 宗教場所 下面需要 學生簽名 加 獎簽名 我們發現 不僅僅是一個地方 好幾個 河南的地方的學校 都有這樣的一個通告 所以 我們確實發現 在今年 習近平上台 19代以後 確實在宗教政策方面 確實在宗教政策方面 有進一步的一個 新的一個動作 而且 如果 我們說 之前是發生在 在寂江省的 那 今年 我們會發現 它 是比較 以河南省做一個中心 但也不僅僅 局限在河南省 河南省是最嚴重的 剛才我們看到 很多東西 特別是真的河南省 不能夠 不容許那些 18歲以下的人 他們 進到那個 宗教場所 以前他們是說 18歲以下 不能信教 現在說 教會也不能夠有 兒童出現 如果 你是一個家長 你是信教的 你不能帶你的孩子到教會 你自己安排 總結不能讓孩子 喊兒童出現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 一些學術的研究 好像這本書 蠻有名的一個哈佛的老師 他的書的名稱是 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一個完美的聲音 好像在台灣 發展中文 一個完美的獨裁 那個 有另外一些 台灣有發展的書 獨裁者的進化 我確實可以發現 那個 習近平以來 當然也不僅是他 我們發現 從 那個 江澤民以來 到無警察到 習近平都是往這個方向 中國的經濟一直在改善 成為全世界 第二大的經濟的實體 但是 中國的經濟的那個 那個 成就 沒有 像 起初的時候 大家所 時代的 預期的 期望的 會帶來一個 政治方面的一個多元化 一個民主化的轉型 也 讓中國的重要自由 有更大的一個保障 而且我們會發現 他們 特別是 在習近平 他很重視那個 法制化 他在那個 中央的統戰 共同會議裡面 他提到 宗教必須要 法制化 加強這個 法制化 剛才我們已經看到了 他就是用那個 宗教事務條例 也包括 剛才所提到的 一些社會的管理 好像 消防 超醫 等等 那些不同的 或者是 防務 那種的 維健 程序的 發展等等 他會用這些 通過一種的 條例的方法 來 針對 宗教 或者是 他 針對他覺得 要打壓的那些 宗教 包括 特別是那些 地下的教會 所以 他是說 我現在是 執法 你們要守法 但我知道 他這個 法制化 跟我們 一般所理解的 法制不同 英文 我們都知道 有分別的是 那個 Rule of Law 跟那個 Rule by Law 的分別 現在 中國 他們所做的 其實是一種 Rule by Law 利用那個法律 那個條例 來加強他們 對宗教事務的 那種的 控制 管理 不是 真正我們所理解的 那種 Rule of Law 真正的那種 法制 代表 政府 也必須要 接受 法律的 約束 對公權的約束 我們發現 他們 說的法制化 那實際上 在超過的時候 是違法的 剛才提到 捷藥想拆 行家都是違法的 根本 那個教會 沒有違建 他們也要拆 那個教堂的行家 是很安全的 他們也要拆它 剛剛提到 河南 中教信條例 沒說的 他們都說 這個是條例沒說的 為什麼你不允許 教會信徒 在家門口 春眠 這個犯了什麼法 家裡面也不可以 一個 世代的那個 宗教的 標誌的符號 也不可以 教堂法的 實際下也不可以 叫外面 這個是一個 表達的自由 連基本的 信徒表達 他自己是一個 基督徒的 信仰的表達自由 這個不允許 確實你會發現 他現在 整個 習近平的那種 對宗教的管控 是進入一個 新的時代 總結起來 他的新時代 可能就是 底下幾點 做一個結束 就是說 他會 針對 那些宗教熱 因為他發現過去 八十年代 改革開發以來 中國的宗教 發展很快 特別是基督教 他們有一個說法是 基督教是 一教獨當 就是剛才說 五大宗教 發展的最快的是 基督教 一教獨當 場所 場所很多 增長很快 所以他們 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難 很亂 要整頓自己 然後 當然我們都知道 基督教的發展 在中國還是不平均的 潔江省 大概有兩百萬的基督徒 大概是在全中國裡面 大概是第三位的 基督徒人 是最多的一個省 河南省是全中國 最多基督徒的一個省 大概是六百萬左右的基督徒 在河南省裡面 百分之人口大概是在 百分之六點五左右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是潔江 為什麼現在是河南 因為潔江跟河南都是基督教 一個是在 圓海的城市 一個是在農村內陸的 基督教發展最快的 最快速的兩個地方 然後他們會針對特定的群體 過去共產黨在政治方面 沒有做好工作 導致共產黨人 信教的比例越來越高 導致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 因為他們的父母是信徒 要把他們帶到教堂裡面 他們也受到那個宗教的影響 也包括大學生 所以理論上 共產黨其實聽說 從零歲到二十 大學畢業大概是幾歲啊 二十一歲 對不對 二十二歲 未成年就是二十一歲以下 然後你二十一歲 當你在讀大學也不可以信教 大學生也是一個 他們現在嚴密 不容許大學生信教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也包括難題 長期來沒有解決這些家庭教會 所以時間關係好 所以你會發現 習近平是希望重新建造一個 新的宗教的繼續 這個繼續是把他覺得很亂的問題 把他重新 他不是要向內宗教 他是要把宗教回到他的那個 积蓄裡面 十五分鐘 所以 所以 用他的說法是 他要保護紅色 紅色就是那些愛國的宗教 當地了那些愛國的教會 打擊黑色 黑色就是那種邪教 剛才提到法輪功 就是邪教 然後也有一些是 有基督教色彩的邪教 好像是全能神 那個東方閃電 後來改名稱全能神 這些會是門徒會 也有些個別的基督教的家庭教會 所以他們是把他 Nabel 作為一個 標籤成了一個邪教 基督教的邪教組織 那些是黑色 黑色是一定要打的 一定要取締的 然後就是灰色 所以 很多家庭教會 不一定都是黑的 他們就是覺得可以慢慢的教育轉化 讓灰色變成紅色 這個是一個比較長期的工作 讓這些亂的宗教市場 回到習近平的秩序裡面 讓整個中國的宗教市場 以紅色為主 當然他知道他不可能馬上把這個灰色都轉成紅色了 但是就通過這個法制化 大家知道的宗教市場條例 要壓縮那個地下教會的生存空間 然後 同樣的他也推動那個中國化 宗教必須要中國化 要把每一個宗教的那個教義 那個神學 那個宗教思想 也要符合這個中國化 當然大家會問什麼是中國化 中國化也不是壞些 一個外來宗教當然需要中國化了 好像你在什麼地方吃東西都是在地的 用台灣就是在地 應該是在地的 所以一個宗教在中國當然需要在地 在地化當然就是中國化 當你了解到他們的那個中國化是什麼意思 這些時候就明白這個中國化主要是一個正式的工程 第一個中國化呢 他們提出來的是一個正式的認同 所以說不管是什麼宗教 都必須要融入共產黨的領導 這是最重要的 然後就是一個社會的融合 還有文化的融合 所以你會看到他們 習近平很清楚他的講話裡面提到 宗教的中國化就是 每一個宗教需要 根據那個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 來對他們自己的那個宗教的教義 做出一個符合時代進步的一個詮釋 什麼時代進步 就是要符合他提出的那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每一個宗教 佛教 道教 依西蘭教 基督教 偏主教 你都需要把你的教義 跟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 調和起來 然後你需要支持融入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這個就是他的所謂中國化的意思 然後他加強那個宗教的工作 習近平很喜歡他在他講話裡面 用那個牢牢的掌握 牢牢的控制 牢牢的牢牢的牢 他就是要很嚴厲的要控制 他要把那個宗教工作下放到機場裡面 之前大家可能聽到一個新聞是說 在剛剛三月份那個兩會 他取消了那個國家宗教局 然後讓統戰部直接的去領導宗教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那個宗教局 他的名稱是宗教信務局 就是一個政府的部門去管理宗教 在全國有國中每一個省有宗教局 每一個市每一個縣也有宗教局 但習近平他發現 現在中國的宗教問題在哪裡 為什麼出現宗教日 就是機場的那個宗教工作沒做好 那個宗教局的偏制 所以他現在覺得 我不要宗教局也沒關係 我直接的通過打 所以 每一個村的村委會 每一個區的區委會 然後接到那些管理委員會 他們要承擔那個管理宗教的任務 他要把那個管理宗教的任務 放在中國社會裡面最基層的那個部分 這個就是他這個牢牢的東西 最重要的一個意思 在中國他們現在用的 稱呼就是網格 網就是網絡的網 它就是說要把每一個社區分成不同的網格 其實這個是要全面的對整個中國 他們說把所有的社會矛盾 在網絡裡面已經把它發現 不要讓這些社會矛盾爆發出來 所以這個加強的社會控制 他們用的名稱是社會基底的創新 創新 這個創新 就是一種獨裁的進化的意思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習近平一個新時代的宗教积蓄 其實他被要反映的不僅僅是宗教領域 正如我剛才開始說 宗教自由是跟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 結色自由 出版自由 分不開 所以 現在我們看到他在宗教領域裡面 那些所謂的嚴厲的控制 非常反映的事情 代表了習近平新時代的中國 可能會進入一個新的獨裁 或者集權的一種的大陸裡面 整個中國的公民社會的前景 我們覺得越來越不容易 謝謝 我今天 看大家的這個 看起來到這裡 謝謝 謝謝 師傅 然後 剛剛 他講的時候 我趕快去把今天下午 印出來的宗教事務條例 來看 所以 先補充一下 他講的沒有錯 這包含不直線 他們的宗教事務條例裡面 第一條講的就是 宗教信仰自由 好像這個 剛才講的事情 我從來沒有注意到 這種差異 然後 有關於 剛剛最終的 就是一些我最近注意到的事情 第一個 在 這裡講的四話 就是宗教中國話 因為今天很多在講 基督教的部分 在 一開始的時候 我說在講 宗教事務條例 大家關心不那麼大 但是在 所有宗教裡面 更不關心的當然就是 伊斯蘭教 今天 在聯社的報導 有中文 也有轉報 也講到在新疆 現在 中國 中國化的做法 那個 不知道今天 還是昨天之前就有 所以 反正 這一個禮拜之內的報導 就是包含 有幹部 幹部 他要直接去到 新疆一三教育的家裡 裡面 他可能是定期 然後我要報導 然後我要開照 要幹嘛 多一點 這個 像他住在一起 對 他是一種 他有沒有說到訊息說 一直都住在一起 這個 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是早定期 一定會有注意起來的 然後 另外一個是他有 他的用詞 不是幾種語 他的用詞應該是教育 有類似教育的同時 改造了 就是 比喻 那 那 這是 我覺得可以補充一點 然後可不可以 麻煩往前面擠 然後有一張 我有一個好奇 想要問一下 那 這樣我會知道 有沒有 他要 在我面前 有一張有說 那個 應該就是上傳 在最這裡面上 他這個是 只有 對 剛剛最後在講的 那個 把社會防隊 集中在後 就是到哪一個層級的人 會看得到這個 很好奇 就是 這是什麼 街道證 街道證 但是只有 那個 那個 街委會 你知道嗎 是誰會拿到這個東西 這個是像是 那些干部 他們就是要做那些 調研 要去做 調查 先把每個家庭教會的情況 摸底 了解到他們 原來 這個房屋有什麼問題 以後他就 盡量知道 收集好以後 他就可以用這個理由來 針對你 其實在有些地方已經發生了 好像是聖政 有一個很大規模的家庭教會 他們其實用它消防 不合規格 要取靠 用不安全 所以 你千萬不要誤會 我不是宗教打壓 我是為了你們的安全 消防 不合規格 這樣子 所以 他們現在就是 會用這些 非宗教的理由 來解決他們的 所謂宗教的理由 因為我很特別注意到這一張 是因為他這一張在中間 八月中間那裡的文字 然後他說 就想到說到 比房東退 其實這個 已經是違反這個 宗教師傅條例後面講的事情 其實 其實宗教師傅條例 他們更厲害 因為 宗教師傅條例裡面 有一條是說 為非法的宗教活動 提供場所 提供用具 都可以交 所以 房東其實就是 為家庭 提供場地 所以 以之前 政府還是給壓力的房東 現在已經不需要給 informal的壓力 現在是直接說你違反 因為你會 非法的宗教 組織 提供場地 這個條例更厲害 他說 不僅是提供場地 提供用具 物品都會交給 那什麼工具 用不免 我跟一些家庭教練聊 他說 如果我們去福音 我們聚會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東西要福音 我們拿到一個福音店裡面 福音 他也會告那個福音店的那個 那個老闆 因為 你為我們提供了 物資 所以 可能我們買什麼東西 你都可以高 那個 那個條例 根本就是一個 亂來的條例 根本就是 要加強 那個 控制 好 對 那我注意到那個 倒閉房屋特集之後 然後他說 還可發動 周邊 不性交居民 以群眾 治群眾 倒閉活動 連 停止活動 等等 這個有發生過嗎 暫時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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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這個如果發生 那個就已經很像 那個 以群眾治群眾 那個跟以前 以群眾鬥群眾 其實是蠻類似的 有說法 好 這大概是我注意到的一些點 那我在想 現在就把時間在浪臺 給大家討論 那大家 好 那我們就一次先 三公斤 好看 我就 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你剛剛談到那個 群眾 航充那個事情 那 要先不要開好不好 那個 因為 因為 其實 杭州 因為我 我長期有在那邊 大概有七方 一個月 有一個禮拜在那邊 我第一次去杭州 我嚇一跳 我說 杭州除了一個 江南的建築以外 我們也看到了 全部都是柯特斯的建築 那 那個黃色 跟教堂的顏色是一樣的 那比較嚴重的問題說 因為 因為我是本身是做一個 空間規劃的 比較靈感 就是說 因為 要面對 飢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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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重要的問題 是誰 所以他一定要把這些東西 如何把它拿掉 這是一個 我稍微講 但事實上 怎麼樣 因為如果談到那一個 所謂的宗教這個處理 現在是環帝堂也在處理一些問題 其實 這也牽制到當時在 在等於是 等於是在文革的時候 很多的天主教很多的神父 義大利神父 就是耶穌的神父 後來 車到台灣來 後來也是 因為這些神父來之後 也讓促成了武大跟台大哲學系的 藉口 所以剛好也是一個 那我覺得比較有趣 就是說 我倒是不會 因為我在觀察的時候 我倒是不會覺得有太多擔心 因為我們太多 用太多的方法 只是一個很自虐的 我記得在 德川 就是德川家康的時候 幕府時代的時候 那 當時他們也是很精英 就是天主教的精英 那結果是他們的 就是 日本的戰神 伊拉正宗 他基本上是一個 天主教的 所以他們拜的觀音 觀世音菩薩後面是有十字架的 背部是用一個十字架 所以說 我在那邊的時候 就是 其實你剛才講那個 那個網格 事實上是 我自己有感受到 因為這個東西我都填過 所以居委會 村委會 這些東西 因為我在 我在那一邊 在上海那邊 會在幫忙 就做一些文化 跟同基大學 他們的事 所以你任何的東西 你要很小心 然後我盡量是跟他們的 就是居委會 或是居委會 因為這些東西都會 上到黨書記 這邊變大 黨是最大的 所以說 尤其 你碰到所謂的 宗教 跟宗教事物有關的 盡量不要用宗教事物 任何的東西 所以我都基本上 我都會 就把他牵到文化事物去 就是所謂的 你比如說 你天主教 基督教你就是用哲學的 這些 這些概念 然後呢 比如是道的東西 國教這些東西 道下的東西 你就像無事到 中國的傳統文化 你就 那就會 歸類到所謂的文學 文學 文學 你如果到宗教群的時候 你到宗教群 一定是到統帳部吧 他就給你盯了 因為你就是在做一個 思想的改造 你不是做賢術討論 所以這東西我是覺得說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東西 包括其實他們 這一次我去那個他們的 就是 二前的時候 在 九大 十九大的時候 我去的時候 你真的會覺得 中國在崛起 他們那個信心 你就真的 我就被震撼 那幾天我在那邊 我被震撼了 那尤其他的那種 只有所謂的 緩醒 這些 群眾的緩醒 這些 事實上 因為他們很多的 就是所謂的 就是海歸派回來 以後有自主主義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 是慢慢一生運命中 那 你就會覺得說 他們真的是要上來 那 但是你到二前 我在二前 說過的人也在那邊 結果呢 我發覺他們這些人 眼神都 沒有亮光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 當然 他的講話 就會 蠻有趣的 有點 對自己的 領導 或者什麼東西 有點幽默一些 包括 包括 之前他們也是 就說 開始在抓探 這個時候 所有的 所有的領導 都不能到餐廳去吃飯 那就乾脆在 自己餐廳裡面 就是 全部就是 學獎經過時代 就是 棉花餐就對了 就是說 然後也沒有到餐廳去 就是說 自己 自己的那個東西 就大概是這樣 那我是覺得 就是 如果你們要去 我是覺得你們就是 盡量不要去噴 通宵 然後 他的大數據太厲害了 所以說 你盡量越來越多理念 謝謝 謝謝 其實這個建議很關 其實他們現在 也對這個 講過了 他們都知道你們在通過那些文化的 來學術做生透 他們已經有很多文件說 嚴密 防範這些 利用學術文化經濟 來做中校生透的 這樣一種的 一種的 一種的動作 他們也在 也在跟你做一些 一些 預備 防範 好 那有其他 還有什麼問題 提到 我想請問一下 剛剛有提到一個 18歲以下 或是青少年 不得進入宗教設施料 那這個指的是 教堂 還是 包括一般那個 傳統的那個 欸 什麼什麼 公子料 他的定義是不是針對 基督教 應該是 針對所有的 當然 其實你會發現 主要針對的應該是 伊西蘭教跟 基督教天主教 因為這幾個宗教是 特別是 真的會有一些所謂兒童 伊西蘭教很多兒童 就是讀經等等 基督宗教 有兒童主樂學 有剛才提到什麼 夏令營 夏令營 東令營 這些東西他們覺得很 很不喜歡 這應該 你要像老師剛剛講的 西方來的 但是 他 基石的時候 現在不知道 有一個廟 是不是也不允許 他一起進去 暫時我沒看到一個 廟 外面有這樣的道士 現在看的去後 就是一家基督宗教的教堂 跟伊西蘭教的地方 OK 好 那跟老師 你們再分享一點 到底他這樣做 其實 其實 聽起來像 像這個思想要控制 還是 基本上還是這種角度在 在看待 那第三個問題是 不知道你本身是基督教堂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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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如何在大陸 傳教 那我們有點好奇 好 老師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謝謝 我想他們 現在剛才提到就是 發現了 因為 開始的時候 我提到 公家黨 常常希望消滅宗教堂 但是他後來發現消滅不了 他就從消滅宗教 要調整變成一些控制宗教 但是這個控制在改革開發以來 他們發現 那個增長越來越快 好像 舉一支元素 那個在 1949年的時候 中共剛剛接國的一年 基督徒的元素大概是 一百萬 到1982年 他們公布是三百萬 增加了三倍 中間還有 剛才提到那個 文化大革命 消滅宗教 就是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是打壓的 消滅的 基督徒的元素 不僅僅沒有減少 反而增加了三倍 到三百萬 1982年是三百萬 然後 剛剛的他們公布了一個 白皮書 一個什麼 中國的保障公民 信仰自由的白皮書 他們說基督徒有多少呢 三千八百萬 從三百萬 變成三千八百萬 而且我們知道 這個三千八百萬 是不準確的 因為它 肯定沒有把這些 地下教會的元素 包括在裡面 那到底中國今天有多少 基督徒沒人知道嗎 大概如果中國政府說 有三千八百萬的話 我們把它翻一翻 也有 七千萬 那你說 哎 中國十三億人口 七千萬 還算得很小 但是七千萬已經 如果維持這個增長 再過十年 那中國的基督徒人數 肯定會超過 不夠 倒進的 基督教一教獨大 這個是他們用的錢 基督教一教獨大 它用什麼方法 能夠 讓基督教的發展 就是說 不會出現那麼熱了 他們總結一些問題 第一 有一些地方是黨員信教 連共產黨員他們都跑去信教 然後他們怎麼可能管理宗教 他們反過來是成為一個壞的版樣 你看到共產黨員幹部都信教 而且他們就會更激起宗教的發展 所以為什麼他們有原理 黨員不能信教 要把這個黨員信教這個源頭 影響力把它砍下來 然後他們又發現有一些地方是 家庭的原因 孩子從小就給他們的父母 帶到教堂裡面 他們從小在金教的環境長大 去教會 教會有主義學 所以 18歲以下要砍掉它 要把這個 家庭信教的這個因素 要把它取掉 然後他們又發現大學上信教 又是另外一個 他們的調查員發生的很嚴重的問題 共產黨更怕的 因為大學生是他們 要發展黨員的那個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跟共產黨爭奪靈魂 大學生的 希望把基督教的發展 那個增長能夠把它 那個幾個重要的那個群體把它壓下來 減小金教的那個增長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原因 然後你剛才提到那個 第二問題是 什麼什麼 什麼如何在大陸 其實 我們 一直以來我們都覺得 我們不需要在大陸傳教 因為其實 中國教會裡面的信徒 他們其實已經傳得很好 剛才提到那個增長 你會發現 絕大部分是他們的信徒自己做的 那個 那個 當然 香港 台灣 用中國的說話 是境外 這些境外 我們還可以做一些 做一些貢獻的 好像是他們 那個 培訓不夠 這個信徒 中國信徒嚴重很多 但是那個 數值可能不堪餐吃 很多地方他們 那些 栽培的工作 或者是那個 培訓的工作 都做得不好 神學院的數目 很不夠 所以 現在很多 我們都是做這些 宗教的培訓的工作 可能 過去很多時候 是我們進去 開那些 培訓班 那些 醫工培訓等等 現在因為中國 有那個 自由行 現在他們都可以出來 這更方便 但是 共產黨又發現 這個漏洞了 所以那個 宗教事務條例 他們有一條是說 中國的公民 不能夠到境外 參加宗教培訓 宗教聚會 宗教活動 你會問 你怎麼執行啊 這些自由行 中國公民 去到香港 到台灣 去到國外 參與培訓 宗教活動 你怎麼管 他們是管 那個 阻籍者 抓那個 阻籍者 罰款 好像是兩萬 到二十萬 那你說 什麼是阻籍者 其實 它寫在這個條例裡面 就是要嚇你們 你們就不要阻籍那麼多了 有一天你回去大陸的時候 台灣主席 你這個主席人 回大陸 會不會抓你 好像李明哲 這樣子 就把你抓 因為你違反了中國的條例 你說我不是在中國違反了 但是你不在中國 我也可以告你 違反了中國的法律 現在就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 李明哲 我的回答是說 其實中國的教會 他們在傳教方面 他們有他們自己很好的 做得很好 其實 我們不需要說 我們要進去傳教 我們不能代替中國的信徒去傳教 但是我們可以支援他們 他們有不夠的地方 我們可以跟他們分享支援 但是這個也受到很多法律 現在的一些陷阱 永遠都是跟共產黨 在有這樣的一個博弈在當中 我補充剛剛的一個訊息 剛剛說的罰款 這是中央事務條例第70條 罰款是兩萬人以上 二十萬人以下 謝謝 一個問題是 其實 農村教的那個發展 現在我們發現 特別是在八十年代 開始是非常樓勃的 其實一九四九年前 中國基督教那個主體 是在城市裡面 它是在文革的時候 剛剛也提到那個消費宗教 消費宗教正在一樣 基督教那個 走向那個非體積的發展 然後特別是在農村裡面 他們在那個文革的時候 通過那個考書的一些反彈 已經看到很多信徒他們可能 而且那些人要消耗到農村 很多地方 通過這個方式 他們已經開始傳播起來了 然後在改革開放以來 其實坦白說 確實他們在農村裡面的空氣 是相對城市裡面 是比較活用的 共產黨在城市裡面 還有一個比較嚴育的一個空氣 但是在農村的地方 相對來說 會有空間比較大一點 所以導致的一個 基督教在農村的發展 那個速度 是在八十年代是增長非常快 另外農村教會是中國 當教會的一個很重要的 增長的一個來源 當然這裡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 基督教跟民間信仰的一個問題 很多人都會發現 特別是在農村教會裡面 那些信基督教 可能他背後 可能跟他們拜那些 拜那些菩薩等等 可能有混合的一種的情況在裡面 確實因為民間信仰是中國的一個主流 所以現在中國裡面 他們是這樣解釋的 因為剛才我說民間信仰 曾經被共產黨打成 奉賤旅信 反而基督教是合法宗教 所以 你可以說是 共產黨的政策 他們干預了中國的宗教市場 原來的一個生態 導致的 基督教 它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怎麼說 特別是在環社會裡面 好像你看台灣 台灣最多的都是民間信仰 但共產黨把民間信仰 民間宗教打成是封賤旅信 讓同村的一方 基督教小的一個競爭對手 反過來基督教是合法的 你拜那些神信是非傳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你可以看到在共產黨的政策裡面 反過來出現的 這樣一個很微妙的一種 中國的 宗教生態出現的一個 不平衡 所以現在 中國大陸裡面 他們是怎麼處理的 他們說 所以現在他們 重新的 要民間信仰合法來進 現在中國已經不說 不說封賤旅信了 他們覺得這個反過來 反正我們也不能取編 重新承認民間信仰 而且他們 有一些官方的學者也說 當我們要更多的鼓勵佛教 鼓勵民間信仰 讓這些宗教反過來 激越基督教的發展 不要讓基督教依教不大 所以這個是他們 研究中國的不同宗教的一種關係 裡面 特別會提到一個 所謂中間生態的一個問題 當然 那個 農村教會的增長 後來受到影響了 特別是中國的那個經濟改革 剛才你也提到 我們的一些 觀察是 農村教會 會 留下農村教會出現的一個 一個 一個 衰弱的一個情況 因為很多年輕人都跑到長西裡面打工 所以 農村教會只剩下那些 老人家 跟孩子 年輕 小孩子 這個是一個 整個中國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那個 都市化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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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昂的去世 也讓中國的農村教會 收到一些充值 然後在 大概是在 2000年以後 我就發現 在長西裡面 那些 出現的一個 福星 好像北京啊 這些大長西 家庭教會 出現的一個 新的一個福星 很多知識分子 特別在八九以後 六四以後 很多家庭教大學生 他們後來信的基督教 他們帶來了 新一波的一個 基督教的福星 然後這個福星 出現在大長西裡面 所以現在那個 確實那個 中國的 基督教的發展 在農村 跟在長西 有一個不同的面向在當中 但是總的來說 你會發現現在 共產黨 你會發現 不管是農村長西 他還是需要 把那個 管理的工作 還是要 放在最基場裡面 要讓 救家不能夠 那個熱門 不能夠再 繼續的要下去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忘記了 對 你說的對 這個剛才我也承認 這個數值的問題 是很嚴重的 那個 所以 現在最重要的事實就是 我想是那個 栽培的工作 那個培訓的工作 不管是那個 三次教會也好 是家庭教會也好 他們 我們也接觸過很多 特別是農村教會 他們根本 連牧師 傳導人都沒有 他們只是義工 那些義工 可能只讀過一些 短期的義工培訓 沒有接受一個 正式的神學訓練 但是他們這些 那個 農村的 一個聚會點裡面 每一禮拜 他們都會講到 那你真的會懷疑 他們到底在講什麼 他們講的時候 他們對聖經的解釋 有沒有出現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 確實 這個教導 培訓不夠 會成為一個一端的一種的 出現的一個根源 所以更需要更多的一些些 這些栽培培訓的工作 讓這些信徒領袖 他們的那個信仰 會有更好的一個根基在當中 那個 我緊接著問一下 就是說 首先因為剛剛講到 基督教徒大這個部分 可是 它這個獨大的概念是 因為好比說 台灣的話 很明顯 基督教的人口是大概多少 然後其他分量會來多少 那 在中國的這個統計 我聽到是增長速度 獨大 但是實質的人口還 從國教徒到教徒 那他的統計結果真的不大 因為 特別是佛教道教徒 他不會有每個禮拜天到這裡 然後我們 誰是屬於哪天教 也就是說主持的形式不一樣 所以 他們真的最需要擔心的是這個 基督教伊斯蘭教 我們佛教道教 很多人跟佛教 因為基督教是一種 傳謀性的宗教 他五道教裡面 基督徒是最熱性 是傳福音的 是傳教的 佛教不太小 會 刀教也不會的 呼西林他們是一個民族的宗教 所以也不會傳的 所以 只有基督教是傳 我們要傳出去 那種傳教 但是 天主教在中國 那個人數現在是下降的 他們最高的時候 大概有1200萬的天主教徒 現在公佈大概是1000萬 他們反過來 他們反過來 天主教徒是下降的 但是基督新教是一直在增加 那個增加率是維持的 所以 他們說 這個一教獨大是這樣的一個背景 但不惜說基督徒人數最多 因為坦白說 什麼是佛教徒 大教徒 這個根本很難統治 因為佛教 大教 其實中國的主流 台灣最了解的就是明天信仰 他們是拜的 我拜神 不代表我要信教 你問那個老人 你看看你拜什麼神 他可以告訴你我拜拜拜 但是你問你信什麼教 他不能回答你 因為我拜這個神 不代表這個神有一個教在後面 這個是中國宗教的特色 所以 唯獨是基督信教 西方的宗教是有這個 信教 加油教會 這個概念 所以這個membership 就成為一個統計的一個根據 在其他宗教裡面很小 這個membership的概念 但是這個增加率確實是很厲害 所以 導致他們有一個警號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也跟剛剛問的有關 也就是說 現在講到很多 在特別在農村 很多的 這樣進入的局會 到底傳道人是誰 故事是誰 將來還有誰 能夠來募會 這些可能都是主要的問題嗎 那但是 全中國的學校 都是國家辦的 對吧 那任何學校 如果有神學院 也是國家辦的 那基本上 這些都是國家辦的 才可以做的 也就是說這一塊 為什麼中國 就 中國政府就自己做就好啦 與其讓你都知道 香港台灣 哪裏來的一些有可能有的 去影響這些 擁抱掌控的人口 為什麼不由國家來培訓人 直接來掌控這些人口 那可怎麼擔心 裡面是說國家來培訓那個 牧師啊 傳道人 其實現在的 好像是基督教裡面 他們 都是這樣子 現在他們 全中國 大概現在有二十幾個 認可的神學院 這個是 是在聖經會裡面 他們辦的 這些都是接受 國際宗教局的管理的 當然 全中國 只有二十幾個神學院 這個 旁邊不夠的 所以是還不夠的 所以就出現很多地下的 家庭教會的神學院 而且家庭教會員 也不願意把他們的 新徒送到那些愛國教會的神學院裡面 接受培訓 所以現在問題是 所以那些 中國政府很清楚知道 他要加強 習近平說很清楚的 他要加強那個 宗教教育的攻擊 因為他知道 未來要攻擊宗教 就是要從那些 宗教 培訓開始 所以他就是先要 管好神學院 神學院就是 現在來的木系傳大文 那以後就傳大器了 了解 最後兩位 最後兩位以上 就你們兩位 然後就提出 那個 尤其是 協和神學院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另外一個好像是經驗房 那個 裡面都是共產黨員 對 所以有些是 我覺得是假牧師 假主教 對 其實就是對於那個 黨很重生 到底在傳什麼 其實我聽起來 對 那當然 可能是 會有保守派 跟自由派之神 那 雖然說 我自己是從保守派 然後後來 轉到自由派 可是 至少說中間還是有一些 聖經的 有心道理 可是我覺得 如果是說 經過那種 呃 呃 呃 要練一練 然後儀式就敗一半 要結束了 到底這樣搞什麼 我也不曉得 所以我覺得 最恐怖的可能 就是這一點 真的會被消滅掉 就是 你完成那個形式 但是 你真的沒有得到 那個核心的價值在裡面 而且它是 真正就是 就是 它肯定呢 會行水 一個教會 一個行水 然後就是 光臣的行水 好 謝謝 謝謝 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 也許有一些 我自己 任性 就可以補充 剛才知道 各法的教會 和各法的神圈 所埂養出來的 神聖能源的話 那當然他們 因為我自己也 rom的 女生在上班 那她是有正式指標的 就是 要 הא�om 這個 港台的 相關的通告機構 做佈法 然後我們也要完成一些這樣子的這個會議啊這些 那當然他粉飾是因為他自己的信仰 絕智 走上神學的這個風險 然後他走上神學的這個風險 那因此他也繼續背上了這個政治的這個指標 所以這個那時候我覺得 無故當中的經常的時候 不需要非常無正知性的去抓這個人 但是就是說今天如果一個 這個宗教祖師在中國這個體系 他得到現在的話 他必須有他的這個花魂聯絡的這個功能 跟這張其實是在 他是一與雙關的關聯的 就是他不能只為他自己的宗教的思想和存在 他不需要要為他自己的目的去服務他才會合法 那相對來說 所以新疆的問題應該很好是 但是我也是希望能替多談一些 就是他真的就是在民族的文化的 然後就是缺小包容的這些 但是現在其實 不思議在學生之間的 就是很緊張的這個狀況下 那新疆的壓力其實比我們 但是說的還要 嚴重多費 我想他幾乎是不輸給配函的這個程度 我並不是在受辭上誇張 確實就要有些時候 對這樣擔心的 我想是 但 對 我覺得 我們也不需要太多黑白來看 其實那些官方的教會 的主題裡面 都是不好的 其實確實是 因為他們有一個合法的一個 空間一個框架 所以確實有一些 他們覺得 他希望在這個合法的體系裡面 更好地去做好他的一個宗教的工作 所以他 你可以說他是接受那些政府的管理 他覺得這個是不得的 必須要 要接受的 來換取他的那個空間 所以 他們必須要 接受某一些的獻祭的 這個沒辦法 他們可能 如果你是站在某個危機裡面 你必須要講一些 官方的一些話語 來講給那些 那些民黨聽 讓他信任你 你才能夠 做到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 我 我曾經接觸不少一些 這樣子的 現在 官方神學院 教會裡面的一些 目線 他們其實 都知道他們 都是很有信的人 當然 你說的那些黨員 肯定是有 但是這個 我們很難 很清楚把它點出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不管是地下教會 公開教會 其實裡面都會有一些 中心的一些信徒在當中 但是也有很多問題 不是說黑白就是因為 第三個是黑 地下都是白 這個我想我們需要把這個 這個 很簡單的 黑白 那些藝人的行為把它分開 所以你的提到 醫系 你想多了解 這個目線 你方便嗎 我剛剛第一個只是說 補充一下說 就是合法性 合法性的教會 裡面的 特色是一個 第一角色 那第二個 新疆 新疆 其實我坦白說 我了解不多 但是很清楚的 知道他們 其實 從那個 武器套開始 已經 加強 對新疆 跟那個 西藏的那種的 很嚴厲的 打壓的一個 政策 因為我猜他們是 很 很擔心 那個 所謂獨立分離的主義 到現在 你會發現 他們更強烈的 要 改變他們的 那個思想 可能 他們 可能真的是希望 一樣 漢化他們 我覺得這個是 其實你越 越打壓 可能那個 反彈 越大 然後 另外一方面 是 他們又會 發現那個 那個新疆 跟那個市藏 會跟那個 所謂的 極端恐怖主義 的 親像有一種 聯繫 所以 他們要加強 那個打壓 這個 我想這個 確實是一個 惡性的循環 這個 肯定是 一個 非常不穩定的 因為 其實 我們不明白 其實 公安黨 為什麼總是要通過 那種高壓的 政策 來對待 新疆市場 包括 台灣跟香港 對待 這個 背後可能反映 他們可能 那種 不安全感 其實 他們只是很怕 這些地方 會出問題 所以 他們有 覺得 如果 不加強的話 就是 讓他們放手的話 會更亂 這個 這個 背後反映 就是那種的 威權的體積 那種的 威權體積就是 但是有這樣的一種的 不安全感 就是要控制 要打壓 那個 所以這個 中國的未來 我想就是 要看 到底 是怎麼走 這個確實我也 不知道 但是 我一直學的 那種真正的宗教自由 必須要是 建基在那個 那個 公民權利 充分保障 這個潛力 所以 這個潛力 必須要是在一個 公民社會 常熟的公民社會 也包括 一個民主 治療轉型的 一個社會 才能夠 體現到那個 公民 宗教的治療 好 我們今天 過通就先 一站到這裡 那我們先 進行真好 發揮 這個場地 它就在開放 一段時間 所以大家 現在就是 有問題 要在一起 想問 比較敏感 問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